武汉肺炎疫情扩大 国军化学兵全面帮忙消毒 只要确诊者足迹到过的地方 都要全面喷洒消毒剂 不过网络上却出现假消息 提醒大家门窗要关紧闭 还说因为化学兵喷洒了消毒剂 对人体可能有害 不过国防部赶紧在第一时间澄清 强调化学兵使用的消毒喷剂 都是1比50的漂白水稀释 也就是浓度仅仅只有2% 主要功能在杀菌 对人体并没有直接伤害 军方还制作图卡 让人一眼看到就很清楚 我们知道化学兵在协助防疫的消毒上面 出勤频率相当高 不过主要是针对有疫情出现的地区 以及地点进行消毒工作 并非网络误传的化学兵 将针对双北地区进行全面消毒 对网络上的谣言 并不赶紧澄清 避免民众误解